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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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各位法师 各位年友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讲伴往菩萨戒 上次我们已经讲到 这个树下劝发 释迦牟尼佛在树下 开始正式宣讲菩萨戒 这个在菩提树下 成无上正觉 就开始接菩萨佛罗提摩叉 这是还是一成佛 就赶紧来接菩萨戒 说明这个戒为修道的 这个最初最重要的一个法 同时呢 讲孝顺父母师僧三宝 这是对这个戒 有一个概述 就是孝顺父母师僧三宝 这是这个受持菩萨戒的核心 是菩萨戒的刚宗要领 处处来经文里面 处处点示 孝顺 这个是菩萨戒的本 所以我们要深深体会 凡事呢 都要抓住他的纲领 就像这个衣服 你要把他衣服提起来 那你抓到他的领子 那就把一整个衣服 很顺的就提起来了 这是他的关键点 这个关键点抓住了呢 那用功少啊 他见效就大 关键如果抓不准啊 如果领子不抓 抓一些这个袖子啊 前筋啊 后筋啊 抓这些地方 只能是抓得乱七八糟 费了半千力 也抓不着关键 所以这个孝顺 还是这个菩萨戒的一个 刚宗要领 非常核心的关键所在 那么这里面讲孝顺 有孝顺这个法啊 有三个圣源 非常殊胜的对境 父母 师僧 三宝 这三个对境 是我们行孝顺法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对境 父母 这是我们由父母 而出生了我们这个身体 师僧呢 专门指给我们受戒的和尚 给我们受这个大戒 乃至受杀弥戒 给我们受戒的和尚 是指我们的专指 这个师僧啊 专指受戒的和尚 三宝 佛 法僧 这个除了给我们受戒的和尚之外 其他都算到僧的这个行列 这个三个对境 就是我们行孝顺法的殊胜的源 那孝顺呢 我们现在祖师也是从事项上和理体上 两个方面来讨论孝顺 我们先看 合著 孝顺父母师僧三宝 这个解释 孝顺父母等者 戒相虽多 孝顺射尽 故总提孝顺二字 以为其宗 刚才说孝顺父母师僧三宝 戒律的名相 戒相虽然很多 但是呢 要抓住它的关键根本 就孝顺两个字 就可以全都含射 射尽了 所以这个总提总起来来把孝顺二个字两个字体检出来 作为这个菩萨大界的刚宗要领 确实这个 这叫百善孝为先 所以孝只要是不但孝 这个是众善当中最大的善法 而且如果说是孝这个成就 那其他的一切善法自然就会生发 自然就会具足 这就是孝 它有这种功德力 所以古人的这种 都是求贤臣 要求得之于孝子之家 他都得贤臣 忠臣 从孝子门里面找贤臣 他说你会孝道了 那自然 做忠臣 那肯定就会 有这种德能 这是从一点就可以推演出来 所以这个行孝道 这是我们从主动方面 是行一切善法的正因 你只要孝道 去踏踏实实去行持 那一切善法自然就会生发起来 这是主动方面的因 当然了 还有我们行持善法 还有被动方面的因 那就是这个思地义苦物 就发菩提心 常常思维 这个我们 这个曾经在地义里 受种种的苦难 按这个 这个 这个人生的这种模式 这种 现在这个现状走下去呢 以后还会堕入地狱 还会受种种的苦难 长节不得出离 所以思维 这个地狱的苦啊 就会发起 要出离生死 成就佛道的 这个大菩提心 也确实是 这个 我们出离三界的动力啊 可能核心动力 还是来自于 这个 思地狱苦 发菩提心 这个 这个 有所恐惧 那就有所厌力 什么都不怕 那你就谈不上厌力啊 所以这个 还是一个 很核心的啊 这个 很具有动力机制的啊 一个动力啊 当然如果 这个 有孝顺的这个心呢啊 那自然也能够具足一切善法 啊 具体来说啊 到底为什么 要行孝顺啊 啊 祖师在这里分别 给我们 进行解释啊 为什么要进行孝顺 父母生我色身 医治修道 师僧生我戒身 由之成佛 三宝生我会命 成就 不提 啊 这 几句话 就把 啊 这个为什么 要行孝道 啊 把父母师僧和三宝的这种 对我的利益啊 啊 几句话 减命额药的显示出来 令我了解三宝对我有这么大的好处 给了我这么大的帮助啊 既然给我这么大利益 我当然要啊 报恩啊 报恩呢 也要孝顺啊 父母生育啊 父母生育啊 这个确实是从父母生我们啊 把我们这个养成人啊 就是啊 得了这个色身 那这个色身成立了呢 一样这个色身啊 利用这个色身去修道 那这个修道啊 出离生死啊 他就有了一个啊 这个坚固的载体啊 没有这个色身 也谈不上啊 这个修道啊 但是这个啊 这是从修道的角度来说啊 说这个现实的 很现实的这个利益啊 呃 这是这个对父母啊 对我们这种恩养啊 啊 的一个啊 这个选择其最重要 最核心的啊 一种利益啊 他能给我们这个色身啊 我们利用这个色身呢 哎 用来修道啊 从修道的角度来说 这个色身还是很关键的啊 所以要感恩父母 呃 这种恩德啊 呃 另外呢 还有父母的恩德啊 呃 实际上主要体下 从 呃 不但从利益角度来说 还从父母这个呃 心心念角度来说 也是能体会出父母这种呃 呃 深恩的啊 呃 这个父母啊 这个从生我养我啊 这个 整个过程 他是呃 全心全意的 在生儿育女之后啊 那生了孩子之后呢 以所有的心思 全都扑到自己的儿女身上啊 不但是一生 呃 为其呃 勤劳啊 这个勤苦啊 而且是这个 所有的呃 劳苦当中 都是呃 这个饱含了 父母深深的那种爱念 饱含了父母那种深深的那种 这个呃 利益心啊 互念心 饱含了这种深情在里面啊 由由此 由于这种深情啊 就显得父母的这种恩恩德太厚重了啊 啊 他确实是处这个啊 小的时候呢 这个啊 想让你怎么健康的啊 这个长寿的啊 这个长大啊 这个不至于生病受苦 不至于夭折啊 以后培养你呢 啊 这个虽然希望你以后能够出人头地啊 花很大力气呢 去培养你 但是呢 又不愿意你受一点点的苦啊 这是父母的心呢 又希望你长远的得利益 现在呢 这个一般长远的得利益就要 就要付出点辛苦啊 但是父母呢 又不愿意你受一点点的苦啊 这就是父母的心态啊 所以常常思常常念啊 所有的念头啊 都是围绕着儿女传啊 这是父母的他的身情所在 就是由由于这个身情的缘故 所以说父母的恩啊 恩重柔衫啊 这恩太重了 这是从啊 这个父母的教材说啊 当然我们学习一些 这个不但活到佛教的典籍 这个学习儒家的一些典籍 对父母的这种深恩呢 阐释了那就更加 更加广泛了 师僧啊 这个其他的世间典籍 对师僧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叙述 谈世间的诗啊 但这个世僧方面是都很少很少谈 世间的诗呢 最多只是教我仁义 理智 乃至种种的生活技能 这是世间的诗啊 这个师僧呢 就不一样了 师僧给我的利益啊 就给我传授戒律啊 以此戒律为基础呢 才能深入修行 种种的啊 这个道德啊 以此因缘 才能处理生死啊 这个利益 处理生死的利益啊 端赖于和尚 他的这个大利啊 他的这种慈敏啊 所以对和尚的这种 这种啊 这个感恩啊 那也是应该是非常深的 这些深恩啊 和尚呢 慈心来殉导我们 乃至以悲悯之心 来拔记我们的种种苦恼 所以成就和尚的这种深恩啊 所以叫恩身四海 父母叫恩重如山啊 是端赖对师僧的这种啊 师僧的这种啊 这个教导啊 那对三宝啊 我们对三宝啊 这是三宝就不是 不是指一个人了啊 是不是指一个单的单个的人了 那对这种三宝这种恩德 我们也要去体会啊 这个从总体来说 三宝呢 是总体来对我们进行射寿啊 师僧呢 是对我们具体的这种啊 教导啊 总体射寿呢 他能够生长我们的法身会命 最后成就菩提国啊 三宝呢 三宝呢 对我们慈悲护念呢 啊 护持我们 引接我们 而且是长洁 不舍 不是一生 两生 而是多生多洁 在护念我们 啊 所以这种深慈厚爱 啊 所以才成就他的大恩啊 啊 叫啊 所谓的浩天之恩 啊 浩天网集啊 浩天之恩 啊 如虚空一样广阔 这种恩太广大了 这里我们啊 确实体会一下啊 就这个佛法僧三宝当中 以诸佛为例啊 是因为法呢 也是如此 僧也是如此啊 法是诸佛所开显的 僧是随诸佛所学的啊 以佛为例呢 佛是慈光辩照啊 眉间白毫相光啊 辩照法界一切众生啊 这个实时 这个助照不移 意念不舍啊 随足六道啊 众生在六道里面 辗转上下 轮轮不移啊 但是佛的这个慈光呢 就在里面就跟着你 追逐不舍 那就像一个追踪器一样 始终这个光就照着你啊 这个光都表示佛那种慈悲 敏念 加持力 始终跟着我们啊 所以这个要体会 从这方面体会啊 三宝的对我们那种恩德啊 就是轮回当中啊 这个对我们敏念呢 加持不舍啊 我造恶的时候呢 去三宝 敏悲 敏我啊 敏念我的愚痴啊 悲呢 是我将受苦 所以呢 心生悲念啊 啊 宽容我啊 这个啊 造作恶业 诸佛 菩萨 三宝 不愿意有一丝一毫的 啊 降罪于我 不但不降罪于我 还总是希望给我 改过千善的时间空间 啊 还是非常有耐心 啊 还不断的引导我 哪怕我产生一念的善根 那佛福就马上抓住这一念啊 进我对我进行寻寻善诱啊 这个加持护念 必一定要啊 要我处理生死苦海而厚依啊 对诸佛的那种啊 悲心呢啊 我造恶的时候 就这样啊 不会舍弃啊 不会觉得你 这个这个人 这个这么恶劣啊 这个 这个这么 恶毒啊 这个这么不可救药啊 所以把你舍弃 管你怎么着啊 这个 诸佛三宝 他是不会有一丝一毫 舍弃之心 我行善的时候呢 那诸佛是 欢喜啊 而且赞叹加持 加持力度就更大 赞叹 欢喜 啊 那就想把这个 呃 就像慈父对儿子一样 呃 看儿子稍微的有所成财 这个趋势 那就想把所有的财富 呃 把所知道的一切才能 全部交托给你 那种悲心呢 就是毫不保留的 全部交托给你 是这样一种悲心 你一旦行之善法 那佛 诸佛 那希望把一乘的大白牛车啊 大乘法 全都交托给你 马上就上我大白牛车 马上来行持一乘的呃 善法 那直直入啊 诸佛保所 呃 才好 啊 是这种悲心 实在不得已了 不行 那才用这个呃 这个葬通别三教啊 这个菩萨教 乃至用这个二乘的法 乃至用人天的法 呃 来寻寻善幼的呃 方便 渐刺的 呃 来佑界 这是实在不行了 才这样啊 这样呢 也是呃 婆心窃窃的 也是 不离不弃 也是这种信念 这是行善的时候 总体来说呢 打个比喻来说 就像众生的 观众生的因缘 就像该播种的时候 马上给你播种 该施肥的时候 赶紧来施肥 该除草的时候呢 就过来除草 该收割的时候就过来收割 就是这种 就像老农民呢 天大汉 全指地里这点粮食 过日子 那对地里这个粮食 就可能天天早上都去地头 去看一看 中午去地头再看一眼 傍晚去地头再看一眼 前面是辛勤的耕耘 到最后庄家成熟了 那满心的欢喜 这个美丽庄家 都是他辛勤的成果 都是他价值的体现 是这种 诸佛就像这种信念 若隐若显呢 恒常来互念我们 这个诸佛菩萨三宝 对我们那种加持互念呢 有的时候呢 是显出种种的 这个 这个 好像 或者梦中 或者是现实当中 显像 加持我们 令我们生起信心 这个 驱除恶念 或者是呢 多数时间还是隐性的 就对我们进行加持 不知不觉 但是佛菩萨始终在互念我们 转变我们的念头 转变我们的 因缘 乃至 总是在互念我们 使我们 离道呢 就更加趋近 这种互念呢 我们常常是没有感觉 总感觉好像 哎呀 这佛菩萨存在吗 我怎么没感觉到啊 好像他对我没有什么帮助 现前 也没有来加持我 也没有给我 这个 呃 现个什么 呃 形象 让我看一看呢 呃 事实上 那就像阳光 空气一样 你天天受的阳光 空气的这种恩惠 利益 但是你不自觉知 你没有感觉到 啊 佛菩萨那种敏念 加持互念呢 那那慈光铸造啊 啊 时时不舍 在加持我们 啊 如果细心的去体会 你是能够感受到 啊 就心粗 对佛菩萨的这种功德力 这种慈悲力 没有一念的这种 啊 这个 思考 所以说你就体会不到 啊 所以深深去思维 去体会 啊 对佛菩萨的那种 呃 加持力 啊 所以劝行者呢 应该体会三宝的这种 加持力 啊 对佛菩萨 对我们那种 啊 这个三宝的这种 互念 加持啊 深深感恩之心 对佛菩萨那种互念 加持力啊 生大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啊 如果有一点点德能 啊 这个可不要 呃 不要 呃 不要独自金夸 看你我 我很不错 这个不要金夸 要深深惭愧 啊 我业障深重 罪恶 生死凡夫啊 这个一点点德能 都是由于佛菩萨的 加持的 呃 而产生的啊 不能生 交迈啊 之心啊 这个全是佛菩萨的 加持力 要对佛菩萨的 深深三宝 深深感恩之心啊 如果有所不足啊 那常常 祈愿佛菩萨 啊 来 加持我啊 满足我的 呃 愿望 这一定是 道也修道方面的 这种加持啊 常常求佛菩萨加持 这是好事情 啊 可不要觉得 好像麻烦了佛菩萨 啊 这个心有不忍 可不要这样 求佛菩萨加持 那对 那佛菩萨 那就更加欢喜 啊 就像同中啊 代寇啊 你有主 你被动 啊 都尚且能够获得 佛菩萨 种种的互念 你要主动求 互念的话 那佛菩萨 对你更加的敏念 啊 所以要呃 知身之三宝 那种驾驶力 是太殊胜了 能超越我们的呃 一定是超越 凡夫的力量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想处理三界 那是烦恼 太厚重了 啊 就像呃 这个以前 山道大师说的 水火二合一样 那谈与心呢 啊 那就像水呀 水河一样 深不见底 南北不见边际 浩瀚无边 啊 这个而且这个 这个汹涌澎湃 那火呀 那种称恨的那种习气啊 啊 就像火焰一样 啊 这个也是深不见底 南北不见边际 啊 那个火焰 那是烈焰熊熊 啊 你想度 想度越这两条大河 那几乎是不大可能 你想用我把水淘干它 我把火全部熄灭掉啊 这个百千万年 你都很难做得到 啊 所以要祈求佛福的这种力量 啊 这个 如果能够深信佛福的这种力量 说明你素食的这个善根太深厚了 啊 你能够靠道到佛福的这种力量上面 啊 那说明你 啊 有大智慧 啊 那才能顿然 这个超越 度越生死 啊 呃 这个 举个例子 呃 这个 去年 拜大佛 那 拜大佛呢 第一天上午 拜得很 这个 很顺 啊 这个拜得很顺 觉得自己 哎 不错啊 这个 很不错 自己觉得 很好 啊 心生 欢喜 欢喜里面 略带 略带 较慢 那这个 这一来就 这个不能 呃 自我精夸呀 不能心生 焦慢啊 这一焦慢 呃 那不得了 紧接中午吃饭就有点吃不 吃不下去 那 下午呢 再拜呢 拜了两三个小时 就就没劲了 呃 没有力气了 呃 草草收场 实在没力气了 呃 回来就反思 哎呀 不能有一点点的这种 德能 马上就心生 焦慢呢 要应该常常想这些都是佛佛的加持你 如果不加持你 你怎么能才拜的怎么能拜的这么顺利呢 然后这个经过反思就在佛佛的面前深深啊 这个深深忏悔 然后祈愿佛佛的第二天加持我令我拜佛是能够啊非常顺利啊圆满 果然第二天那就不一样了 又是非常顺利啊 到第二天中午吃饭也是能够吃的比较饱足 下午呢也是很很带劲 拜的也是很带劲啊 所以这里边我们平时也都有体会啊 比如说哎呀我修行修的不错 你看我红光满面 我修的一点病都没有 可不能这样说 说完之后你就得病 啊 这个很见效的 嗯 这个可以体会 所以说不能有一毫一丝一毫的这种这个娇慢心呢 啊 不能生起来 有一点一点德能都要归功于佛三宝的这种加持啊 常常祈求三宝的加持啊 这个还是非常好 所以这个对佛菩萨对三宝的这种啊 这种恩德呀 要深常常去思维啊 真正常常去思维 常常去体会啊 生活当中可能点点滴滴 无不透显的佛菩萨那种悲憫 悲憫心啊 对我们那种加持力 你只有体会到了 你才能感恩 不知恩那就不感恩 不感恩就谈不上报恩啊 所以你首先要要知恩 知恩呢就需要啊 这个学习思维啊 体会才能知恩啊 三宝对我们如此大的啊 这种利益 令我们能够了脱生死 而这个了脱生死成就佛果呢 对我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利益呢 啊 我们都知道长节 无量节以来轮回生死 受尽了无量无边的苦痛啊 那种剧痛啊 在人间的众生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跑到三恶道里面 才能够少分的体会一些 还是一期的啊 所以这种苦痛啊 那还是养性佛言呢 深深相信我们在三界当中受的苦太多太多 为什么阿罗汉他在成就这个圣果之后 他回顾自己以前在地狱里受的苦 他身上会流血汗 他就是深深的对那种苦啊 吓坏了 这个对那种苦吓坏了 我们现在是这个这个盲无所知啊 真是这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总感觉自己啊 好像很好 很优秀 不知自己在你轮回里面受尽了无量的煎熬啊 由于三宝啊 这个父母给我色身 师僧给这个成我法身啊 三宝加持我速成菩提 由于这种三三种圣境的因缘加持力 使我能够修行菩提大道 快速脱离生死 成就圣果啊 获得至极的永恒的安乐 那这种利益啊 这种利益太大了啊 思维到这种利益 那这时候你这种 对佛菩萨对三宝父母 师僧的那种感恩呢 才会那种感恩心才会油然而生啊 这个这些四位 故一一须孝顺也 而雅是善事父母为孝 大使书明以顺是孝 孝即是顺 先看这几句话 这是一个结论了 这个通过以上的这种 这个开解啊 所以我们对父母师僧三宝一一要孝顺啊 这个我们通过开解就会知道父母师僧三宝的恩德呀 对这种恩德呢 还是深深的感感慨呀 感恩呢 所以一定要行孝道 想要抱在这种恩德 必须要行孝道才能报恩 这个对孝顺的这种世明 善事而雅上事 孝顺就是善事父母 善事父母这种解释呢 侧重于对父母身体色身的这种孝养 养身 以顺来解释孝 这是侧重于对父母的这种心 养父母之心养智 侧重点不同 下面再分别展示孝顺的方法 怎么样去孝顺 有三差别 一德 东温夏清 昏定 晨醒 孝奉养 无方 扶牢 迷奸 这是对父母的孝顺 有三种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也是侧重在对父母现前的另一方面的这种孝顺 逐句解释 东温夏清 冬天呢 寒冷 那我令父母要温暖 夏天呢 炎热 一定要令父母感得清凉 入夜了 那这个令父母安眠 早晨 早晨起来 来这个问候 是不是安宁 来问安 总之是 奉养无方啊 就是多种方便 来奉养父母 来奉事养身 多种方便 而且是勤劳身心 不疲不厌 不会感觉疲倦 不会感觉厌倦 这是他的就对父母养身的这种这种特征 从身口意方面呢 就或者常常心里常常这个想着父母 是不是这个这个现在年龄大了 是不是走路方便不方便呢 要不要给父母买个拐杖啊 天天变天了 这个父母会不会着凉啊 有没有记得加衣服 这个天这么热 这个给父母怎么去暑啊 这个夏天这么热 是不是装空调啊 心里常常意念着父母 常常想方设法的去互念父母 这是他心念 这是心念的效仰 心念的效仰 这个也是很有体现你孝心的地方 不只是这个很粗重的 给父母点钱就拉倒 这个是差远了 在口上呢 也常常问的好 那一会儿问这个冷了吧 一会儿问热了吧 一会儿问累了吧 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常常的问候和父母聊天 在行为上呢 那也是为父母服务啊 也是不辞劳倦 这是行为上面 如果在这个物品方面 钱财方面 那对父母那种奉养啊 那一定是拿最好的东西来奉养父母 这个自己用不起的东西 自己舍不得用的东西 给父母买 这个别自己买的都是最时尚的 最奢侈的东西 给父母呢 用这个最廉价的东西 最便宜货 这个肯定不行 或者自己用的 这个不用的东西 用不着了 给父母拿过去 这个都不但没有孝顺这种功德 可能还有一些罪过在 这个还是比较普遍 现在这个 如果父母从儿女一块 从儿女一块住啊 这个一般都是住小房子 主卧室呢 一定是儿女儿子和儿媳妇自己住 小房子给父母住 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不但如此呢 还要这个父母呢 还要来这个 这个做饭啊 看孩子啊 就承担着保姆的这种职责 而且这个还要看着 这个儿子 媳妇的脸色行事 这个稍有不慎 可能就被责备一顿 这是对色身的这种羊 还有呢 就是养智啊 这个不但养身呢 还要养其心啊 养智呢 就是还是以随顺为本啊 这个种种方便呢 随顺父母 取悦父母 应父母心里心生欢喜啊 这个顺心顺气啊 这个也也是很关键啊 如果只是物质上把父母奉养的挺好 而这个总是顶撞父母啊 这个罪过也是很大啊 所以这个 但是呢 这个言行方面啊 要这个啊 遵父母的意愿啊 不能违逆啊 要常常说父母喜欢清的语言 令父母欢愉啊 不能脸上有丝毫的嫌弃厌烦的颜色 啊 不能有一条嫌弃的啊 乃至这个这个啊 厌烦的那种颜色啊 口气这都是不行的 对父母都是一种伤害啊 乃至言语上顶撞啊 啊 甚而对父母进行择斥训骂啊 这个也是有的 这是可以说是大虐不道了 啊 你今生有再大的啊 功德利益都很难啊 抵得了你这种啊 罪过啊 大虐不道 生遭苦暴 今生就可能遭受很大的啊 这个抱有啊 这个就是 都是很重要啊 啊 这个顺呢 还是比较啊 难做啊 呃 这个物质上面乃至行为上对父母照顾我 这还容易一些啊 这个对父母养父母的心呢 顺随顺父母 这个很难啊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总是执着 我们认定的是非标准 我们认为应该这样 不应该这样 父母呢 这个这个意见和我们不同 我们就认为父母就呃 肯定是老眼昏花了 这个年龄太大了 呃 这个不 呃 不懂得这个潮流啊 这个不知不知道是非啊 人年龄大了 不明事理 呃 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 所以这样呢 常常是违逆父母甚至顶撞父母 这是比较普遍的呃 现象啊 不止这样呢 啊 这个 他就不能修顺 啊 不能修顺道 不能修孝道 啊 啊 所以这个啊 不知道什么呢 是非 并不重要 事件是非对错呀 并不重要 是因为你父母欢喜啊 这个才是最重要啊 是非只是一个怪圈 你能跳出这个圈子啊 这个细心想着让父母欢喜啊 父母说对啊 不对也对 父母说不对啊 对也不对啊 你就这种想法 你能跳出自己那种是非那种观念 跳出这个圈子 那你就是啊 稀有难得了啊 你才能成就自己这个孝道 啊 原来听说有一个 这个 呃 儿媳妇 呃 这儿媳妇呢 他有一天晚上和朋友在外面吃饭 吃得很饱 回来之后呢 他带着朋友 这个一块回来 回来之后呢 两个人呢 就就就想一人喝一块酸奶 从冰箱里拿出酸奶想喝 这时候他婆婆就从屋里出来了 看到说不要喝 不能喝啊 这个空腹不能喝酸奶 说空腹不能喝酸奶 这个他这个朋友呢 就想解释解释 啊 这个解释肯定是我们不是空腹 我们已经吃饱了 如何如何 这个当儿媳妇呢 马上制止了 说不让他说 哎 然后你看儿媳妇很乖巧的从冰箱里拿出一块 一片面包放到嘴里 轻轻搅了搅啊 搅完面包之后再把这个酸奶再来喝酸奶 这时候呢 这个当婆婆的哎 马上就笑容满面 感觉很有很有成就感呢 啊 这个就回房了 很欢喜啊 这个啊 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公案呢 也是能够体会到 这才是善于修顺 善于修顺 你解释干嘛呢 他说怎么样 你就随顺他 随顺他他就欢喜 他就有成就感 再说年龄大了 有点成就感不不容易的 每天唠唠叨叨 为什么呢 啊 就想展现自己的价值 年龄大了 很难实现自己的价值 通过这个 如果儿女随顺他 他就感觉自己活得还很开心 这令父母欢喜呀 所以说父母说什么就听什么 啊 这个有一次也是这个 这个在父母身边 在老母亲身边 自己身体会啊 啊 已经吃饱了 啊 已经吃饱了 然后呢 这个老母亲呢 紧接着 又递过半碗粥 递过来 说把它喝掉 我说喝掉 啊 本来我说 想说我已经吃饱了 已经吃多了 老母亲说 把它喝掉 好 我就说喝 然后就 就把它喝掉了 啊 实际这个保 再保一点也无妨 啊 只要老母亲开心 那就好 啊 所以这个 也是在体会这些东西啊 这个顺法呀 顺道就是孝道 啊 所以是非 是非对错不重要 啊 随顺 令欢喜 才最重要 啊 这是第一方面 对父母啊 这个孝顺 第二方面呢 啊 是立身行道 不如所生 啊 立身行道不如所生 啊 第一方面是 对父母最直接的身心的 最现前的利益 啊 第二方面是从自己的行持方面 啊 这个自以行持 呃 有成 啊 那才能够显扬父母的这种 呃 扬父母之名啊 啊 不但不辱 呃 辱莫门庭 而且能够扬父母之名 啊 啊 立身啊 行道 分别解释 立身者啊 这个用儒家 借用儒家的这种 啊 这个世间 这个立身的这个 呃 观点 立身有立功 立德 立言 啊 立功呢 能够成就立国立民的这种事业 啊 就叫立功 能够修持德行 呃 为世间 楷模 那么就叫立德 立言呢 啊 自己有德行 有功啊 在著书立说 啊 这个宣扬善法 劝化一切 这是立言 啊 呃 在立身的根 其中立身的根本 还是呃 重在立德 啊 其实纵观我们传统文化 它的核心还是呃 道德 核心还是道德 啊 虽然也有种种的其他的这种 这个 这个学习的项目 但是它的核心 呃 总是以道德为根本的 嘛 呃 就就比比方说以前的这种呃 丁幽啊 丁幽制度 他也如此 他做官 可能刚刚上任 做得正好着呢 啊 父母去世了 啊 那马上得回家去 呃 去奔丧 还要丁丁幽守护三年 啊 这个马上把把官就放下了 找一个人再再来替代 啊 所以说 呃 他如果从现在这个这个社会呢 他肯定是做官的 人家立国立民的 这是最重要的 啊 肯定把这个 呃 这个 呃 做官 行使他的职责 呃 看第一位 啊 把这个 这个 奔丧放第二位 啊 他这个就 呃 完全不一样 啊 把 这个 这个孝顺 摆在第一位 啊 这父母去世了 那马上回去奔丧 还要在父母 这个身边 要守孝三年 啊 这个是作为一个 呃 这个硬性的制度 国家 他在是以法律来来保护这种啊 这个道德的实实实实见啊 这都是非常重视这种道德 乃至做子女的啊 父母如果犯罪了作子女的如果举报 那这个子女也是有罪 现在做子女要举报父母有罪 这个大义灭亲 但是他不符合道德 不符合孝道 那再看现在 实际上一般对立身的理解 那就不一样了 现在立身就是要么成家立业 或者立身了 要么就是挣很多钱 我当很大官 在社会上很有势力 感觉能够光宗耀祖 我终于站起来了 光宗耀祖来献阳父母的这种 光宗耀祖献阳父母德能 那以这个来立身 那就是属于恶俗了 恶俗 所以要知道立身行道 立身之本是什么 怎么样才不如所生 才能够光显门楣 立身 行道呢 指勤行圣人所提倡的这些道 或者是仁天道 或者二乘道 或者是大乘道 那都是提升生命层次 来自究竟解脱之道 不是行种种邪道 立身行道 都是显阳父母 如此呢 这样呢 这个我们的恩田呢 父母师生 三宝都对于我们有恩呢 所以叫恩田 三宝呢 又叫福田 三宝具足恩田和福田 才能得到显阳 反之 如果不能够立身行道 那对于这个父母师生三宝而言呢 那就是侮辱了 这个损毁父母师生三宝的名声啊 第三呢 是善巧方便 欲亲欲道 这是对父母的这种孝养啊 第三方面呢 还是从父母 这个最 这个超越现实 最终极的利益者来说 这个最大的孝啊 还不是世间的这些小的名利的孝养 一定是要劝父母来学习这些善法 来自修修这些出世的法 来自出离生死成就活活 往上西方这种善法 让父母得到最终极 最大的利益 这才是真正的 最大的孝 令父母解脱生死 这个在佛门当中呢 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案例 这个就不一一细说 大家都有这种 这个基本都有这种觉悟 都希望自己的父母来学佛 这是对父母的三种这个孝顺 孝顺方法 孝顺师僧 对师僧呢 也是如此 一应准此 师僧者独之受戒之师 其余僧众自属三宝众赦 这对师僧 就是我们的和尚 给我们受戒的和尚 这个其余的僧呢 都算在三宝当中 去算三宝当中 对师僧的这种孝顺 就像刚才对父母的孝顺 那三点是一样的 孝顺师僧 孝顺三宝 对三宝的这种孝顺 也有三重含义 一有三意 一者供养成事 不厌疲劳 二者如说修行 不污法化 三者隔壁防飞 鸿通建立 这是对三宝的这种孝顺 有三方面 我们通常是对父母行孝顺 这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 对师僧和三宝的孝顺 尤其对三宝的孝顺 还是这个开解的提倡的不多 第一就是供养成事 供养侧重在物方面 成事侧重在形式方面 劳作方面 不厌疲劳 就不疲 不厌 疲呢 有些是身体上的疲劳 厌呢 心理上的厌倦 确实成就功德呀 修种种善法呀 这个不疲不厌 还是非常关键 不疲不厌 是需要有忍力 才能成就 众生呢 都有疲厌的心 很难长久保持精进 所以说要以忍力 这个才能成就 自己不疲不厌的这种 这个德能 对于佛塔 对于经卷 这些呢 我们要建造 这个乃至修缮 撒扫 令干净 令种种的香花 这个食品 供养 礼拜 这个这些都属于 供养成事的 这个范畴 对于僧众呢 也是供养 奉侍礼拜 僧团 及个别比丘 这都属于 对这个 对三宝的这种 供养成事 对这种奉事 那是勤行不代 不疲不厌 这个 这是对 三宝 对三宝的这种 第一种供养 确实是这个 供养三宝啊 这个 我们在行持的过程当中 这个深深的体会 这种供养三宝的 这种 这种利益 有时候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体会到 这种供养三宝之后 所获得这种 三宝的加持力 这个供养三宝 供养师生 那这个 这个从供养 供养的角度来说 经典很多 善法呀 乃至禅定啊 三昧法呀 都提倡 供养师生 供养三宝 乃至有很多这种 我们见到很多公案 都是这样 他去学艺了 乃至这个 从在师父那里学艺 心情的 这个师父开始也不教他 在师父那里 心情的劳作 奉仕师父 师父让干什么 干什么 可能学了三年 一句正法 就没有去学 都是在干活 但后来是师父 稍加这个教导 一下可能就 有所成就 实际上这都磨刀 补补砍柴工 前面的干活呢 并不是真正的干活 都是在这个 做一种 培植福德的 一种 这个 这个 魔力 是用魔力 同时又是 培植厚厚的福德 福一载道啊 福德赔厚了 那下面再 有所修行持啊 才能够顿然见效 如果基础不扎实 上面行再多的法 也是很难 有所突破 这个是这样 乃至在 这个 博州三魅经上说 这个 供养 要想得到这种三魅啊 博州三魅啊 那先要奉仕师父 十年 奉仕师父十年呢 才能够修这种法 有所成就 所以这个奉仕师掌啊 这个都是很重要 修行当中 很重要的一刻 我们再引用 以前法道大师 他这个 见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对法道大师的 一个开示 文殊菩萨呢 开始修行 在波章中呢 见到五台山的圣镜 就是文殊菩萨以此因缘 来射受 这个法道大师 到五台山去 到五台山之后呢 这个 就是以光呢 来射受 这个法道大师 这个走到 那个大圣 竹林寺 当时呢 文殊 这个法道大师 见到文殊菩萨 就向文殊菩萨礼拜 来问 问文殊菩萨 佛法浩瀚呢 修和法门 最为奇要 佛法这么多 我修什么法门呢 最精要 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文殊告曰 如今念佛 今正是时 诸修行门 无过念佛 供养三宝 福会双修 此之二门 最为精要 这个文殊菩萨 就直接开显呢 你现在念佛 正是时候 诸修行门 很多修行的法门呢 什么都无过于 念佛 供养三宝 念佛和供养三宝 福会双修 此之二门 最重要 这个两门境啊 最重要 念佛和供养三宝 这个很多居士 把他话说白了 就是念佛干活 念佛干活 说得很白 但是呢 符合文殊菩萨 所提倡的 这个二门呢 最为精要 文殊菩萨 紧接着说 我于过去 节中 因念佛 供养 故 得一切种志 这是文殊菩萨 自己 这个 这个 总结自己的经验呢 我于过去 绝中啊 就是因为念佛 和供养三宝的 缘故 所以最后 得到一切种志 所以这个 供养三宝呢 还是很重要 还是很重要的 这是对三宝 第一种 这个 孝顺 第二种孝顺呢 这个 就是遵循 这个三宝的 这种 这个教导 这就像 法供养了 这就是提到 法供养的 这个问题了 遵循三宝的 教导呢 去如实的 去修行 这个不要懈怠 不要 这个行 放异法 行种种的 恶法 这个污染了 三宝的 这种美名啊 这个 被懈怠之后 被别人看到 行恶法之后呢 被别人看到 这是学佛的 学佛的人 他这样 这个学佛的人 还走路 还 摇摇摆摆 东张西望 学佛的人 还在这 呼呼睡大觉 这都是 这个 对 学佛的人 那他一看到 你的这种行持 这种放异 不如法 他自己不如法 可以 但是看着你不如法 他就以 因为你是以 以佛教来 这个 来自我 自诩的嘛 所以说 他就看到你 这个行持 种种不如法的事情 就以你 他不是诽谤你自己了 他诽谤整个僧传 诽谤三宝 诽谤 这个佛法 所以是这个 事情看着很小 但是这个 是污染三宝的美名 也防害别人的信心 对三宝的信心 所以真正的 要供养 要孝顺三宝 一定要如说修行 不能够行恶法 污染三宝的名 不乎法化 第三呢 是 格除碧端 格臂防飞 格除 这个 已经 有的种种碧端 防止 种种 尚未生发的 过飞 这个 弘通 建立 格除 要遵循法度 先学习法度 然后呢 这个 遵循法度呢 把佛门当中 有种种的碧端 不管你是 这个 僧俗 都可以对 佛门的种种碧端 这个尽己所能啊 随即 随自己的 因缘呢 力量啊 的这个 有碧端 赶快可除 有过飞 防范有可能会 产生什么 过飞 赶快把它 这个防止 这就是我们 护法呀 不论僧俗 都有护法的 这个心 这个 以前经典当中 也常说 护持正法 在有违法当中 护持正法 功德最大 护持正法 比如说这个 比如有些 寺院里 他可能 这个过堂的时候 或者不过堂 吃自助餐 如果你有能力 改变的话 你可以过去提倡 这个不能吃自助餐 吃自助餐不如法呀 人家要好好地过堂 你要行受食之法呀 大家如果听从你了 那就是割除必专了 或者看到大家吃饭 都不用剥了 开始都是用碗了 碗吃饭方便呢 剥吃饭有点不太方便呢 这个你如果有力量的话 你赶快这个作为制度 去这个要求 必须用剥 不能用碗 用碗不用剥 制度要惩罚了 这个都是割除弊端的一些 这个功德利益 防范种种非法出现 这个种种非法出现 这个比如说 你发学 这个你们这个寺院 如果这个居室呢 很容易 这个往出家人住的地方 来来往往 你想 这个可能以后会出现问题啊 太自由太方便了 对出家人没有保护啊 那你好 那我把出家人 建你住的地方 我立个院墙 立个栅栏围起来 一切外人不得入内 那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护持啊 一键一做起来之后呢 那也是防范种种过非出现 保护出家人的戒律 清净 这都是在护持三宝啊 如法呀 去立种种的 这个制 立种种制度 这个大家都如法的遵循这个制度去行持 把我们这个如法行持呢 再推而广之 甚至你不用推广 你只要是做的如法 这个做的很如法 很有影响力 别人自然来这个来向你学习 这个不推广就自然得到了弘扬 这就是这个修身呢 就能够起家 你自己身修好了呢 你的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向你看齐 向你学习 因为你有德行呢 你修身呢 你整个家庭就会都向你学习 自然你整个家庭就变得是一个道德之家了 你的家变成一个道德之家呢 别的家庭就向你学习 你看人家 这个父亲 这个对儿子多词 这个孩子对父母多笑 这个轴里之间多么的这个友爱 兄弟之间的多么的这个剃道 对吧 人就以你家庭这个为榜样呢 都向你趋近呢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家庭里不孝啊 种种的层出不穷很普遍 但是如果你你行不孝顺 别人在后边人还是有良知的 别人在后面就还会直直戳戳的 在后边只点你的脊梁骨啊 你要是很孝道的话 别人在后面还是会挑大摩哥赞参你 所以说你的家庭好了 这个修行道德修得不错 别的家庭自然向你看齐 有榜样的力量吗 有这种那修身齐家 这个天下就平了 你的国家 这个你都道德都是修得非常好 崇尚道德 这个文明程度很高啊 这叫都是文明程度很高 那别的国家呢 这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 那被别人这个都是还会赞叹呢 这个不但赞叹呢 甚至这个不敢一点不敢轻视啊 不会觉得你只是文明 道德文明程度很高 好像这个这个科技水平很低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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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力量很差 不会因此而轻蔓你 你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去去日本 看一些园林建设 参访 看一下这个过程 也是能够了解到 其实日本民族 他这个教学内容里面 就有儒家文化 这个外面流行的杂志里面 都有一些儒家的一些 孔子怎么说 这个孟子怎么说 就这些 他们所受的教导 从小呢 这个小孩们都 都吃饭之前先合掌 先感恩这个上天赐予粮食 感于感恩大地 这个能够生产种种的作物 都有这种感恩的心 谢天谢地 都有这种感恩的心 所以说有感恩的心 你想这个人是会 以后会是什么样的 这个这个行持作为 没有感恩的心 那又是什么样的作为 如果从小都当个小皇帝一样 小祖宗一样 家里生的不是个儿子 是生的小祖宗 一家这个 这个一家老小 这个父母 这个爷爷奶奶 这个外公外婆 全都围着你转 几个老人围着你转 把你当小祖宗 培养就是什么 一颗自私的人 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而不是无偿付出服务的人 所以 这个 我们都能够看到 原来这个 有个人去日本 他想去 这个找靖国神社 把到靖国神社 把他们好好地骂一顿 也是他 但是不认识地方 他就是问一个日本人 去靖国神社怎么走 其中呢 然后这个 那个日本人就告诉他 怎么走 怎么怎么告诉他呢 这个说不清楚 听一听不懂 怎么办呢 带着他走 放下自己的事情 带着他走 走了一段 这个日本人可能有事情了 他又 和另外一个日本人 在这个 遗过了半天 另外一个人 一个日本人呢 又带着这个人 又走了一段 然后又交给第三个日本人 次第交付 最后他找到了靖国神社 他就想啊 哎呀 这个人 这个民族怎么这样啊 在我们中国的话 你问路 问路不给你指反方向 那就很不错了 那他不但 不但告诉你路 还要带着你走 带着你走 他自己有事情 还交付给别人 带着走 就是这个人的这种道德 文明这个素质 它确实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这样 有文明素质的 这个群体 你会生什么样的心 那就绝对不是说道 知识就是力量 科技就是力量 这时候你能体会到 道德就是力量 道德才真实的力量 你不但对人家赞叹 恭敬 你还对人家心生恐惧 如果这样一个群体 这样一个民族 和我们之间发生战争 你能不能打得过它 你就想想就知道了 肯定不行 这个素质太高了 所以说这些呢 不是说我们就对别人赞叹 这是要自我警惕 这个要学习 要知道这个道德 才是真正的成就强大的正因 想强大你就从道德下手 不是从军事力量下手 不是从科技文明下手 这个都是其次的 如果你道德上来了之后 你就不会急功近利 你不会光想着自己的功 自己的利益 你就做什么事情 你都一心一意地扑到这个事情 这个我为了利益众生 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 那你是这个什么产品 那都是优良产品 而不是伪劣产品 而不是毒害人的东西 自然你的这种物质文明 就比别人要高 所以为什么很多日本它出产的东西 在国际上销售都非常受欢迎 它很多生产的这种东西 都是这个家族世世代代相传 就生产这一样东西 传统东西它就这样 传统以来它就这样生产 它不是 它做一件东西 它不是说我要一定要量 生产量 走量 快速流通 它不是这样 我做一件事一件 做一件东西 我能充分做出它的价值来 所以说它 做一件东西就可能吃一年 我们现在找设计师也是这样 国内的设计师呢 他可能是手头上有十个活 八个活的手头上一块转 每天是东奔西忙 你接一个业务的话 那就纯粹接一个项目 这个应付应付 东贫西臭 给你把这个业务搞成了 就完了 国外的设计师呢 他就不一样了 他这一年可能就干这么一个项目 来着两个项目 但是它的价格非常高 价格非常高 它是全力以赴的 把这个事情做好 所以说它能够 做出它的品质来 国内它就有点恶性循环了 都是恶性循环 所以说什么呢 还是这种道德 如果能够建立 那一切都跟着强大 道德能强大 一切都跟着强大 这是对三宝 从事项上来说孝顺 如果从理性上来论孝顺 我们也深深去体悟 从理性上论孝顺 若曰法门皆者 方便为父 制度为母 不离身意为和尚 自心觉悟明佛 自心理体明法 理智一如明僧 如理坐意观察明孝 如理正入无备明顺也 这是从理体上 理性上来论孝顺 这都是深法义 如果从法门的角度来说 什么是父 什么是母 父呢 有方便的这种含义 有方便 方便的提供外缘 帮助它成就 这是方便 我们在修行当中呢 五度 不失十戒 忍辱 精进禅定 这都属于方便所设 都属于方便法 以这个方便来筑成大道 这属于 这个 这个 父为 这个方便 是父 母呢 它有什么含义呢 母有 出生的含义 有出生的这种含义在里面 制度 制度为母 所谓制度呢 就是般若波罗蜜 这个大智慧 度脱 令到达彼岸 般若波罗蜜 在六度当中呢 这个 这个制度是核心 如果没有制度 只修五度 总也不能处理生死 不可能处理生死 这个 要有制度 那才能够 处理生死的正因 才会成就 所说制度呢 是指 这个 对第一地空性之智慧 第一地空性智慧之制度 以此制度呢 才能智慧呀 出生诸佛呀 智慧 也是出生诸佛的正因 所以啊 五度为父 薄弱为母 这个六度呢 一和和就成就佛果 能够成就佛果了 不离身意为和尚 和尚呢 有教授成就 教授他 成就他 令他成就 身意 这种 含义 所以不离身意 那就是和尚的 这个理性上的 理体上的理解 自心觉悟 从自性 从理体三宝的角度来说 什么叫佛呢 自心觉悟了 零零不昧了 道了万法了 这就是佛的含义 这个 自心的理体明法 自心这个正入 这个第一地的空性的智慧 第一地空性的这个理体 能够分别了之万法 种种法则 这是法 这是自心的 这个理体上的法 这个僧呢 就是理智一如名僧 以这个智慧 这个来觉悟理性 以理性呢 同时又启发 我们内在的这个智慧 这种 这个和合 这个智慧和理性呢 相互和合 这是僧的含义 这就是理体三宝 本自具足 这是对父母师僧三宝的 含义的介绍 什么叫孝呢 如理作意观察 就能孝 因为孝呢 它有奉事 成就 显扬的这种含义 在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勤行觉观 就能够成就 理体这个六度 勤行觉观 觉观里面就具足 理体上的这个六度 不失职界 虽然没有 不是事项上的 但是理体的六度 就成就了 而且是深入诸法 在觉观 觉观在过程当中 能深入诸法 最后呢 这个达到什么呢 这个显阳理体三宝 这个显发内在 这个佛性的 这种种种德能 就是显阳理体三宝 这就是孝 还有奉事 成就显阳的这种特征 那最后显阳 佛性 显阳理体三宝 这就是孝 什么叫顺呢 如理正入 如理正入 不违背 这个从始觉 这个像 这个本觉 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呢 是顺 是顺这个理而行的 这个顺有随顺 没有不违背的这种含义 如今呢 我们随顺大到 这个身家 觉观 正入本体 这完全是顺 这就是顺的含义 这是从 这个理性的角度来 这个开解 孝顺的含义 像很多这些 这个内容啊 是需要 仔细思维的 这个不但临闻 看着文字 那仔细思维 那还要 这个 离开文字之后 这个 在自己精行的时候 静坐的时候 仔细思维 这些深法义 这个不是为了考试 是为了对他深深的契入 误解 以指导自己的这种 这个行持 这个还是非常关键 所以我们包括 这个前段时间 我们讲八观摘戒 八观摘戒呢 我们讲这个五十 就是这个非十十当中的五十 五十呢 有当时讲两种五十 一个是平五十 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十二点 平五十 平均的五十 一个是真五十 就是这个实实在在的 今天太阳是几点到达了南北紫五线 这条线 过了这条线 乃至到了这条线 就不能再吃东西了 十十五的时候 就不能再吃东西了 那对这个真五十 这个确立呢 这个平时呢 一般都是 这个如果比较严格的话 他是自己要做一个 这个日轨仪 观察实实在在的太阳 这个影子的这种 这个影子这种 运行的这个过程 观察 那这个现代人呢 他就这个戒律意识都没这么强 那就需要 这个那就一直 红一律师进行的一些 这个 理责的这种 这些 这个 开导 那我们根据这些开导呢 可以 就可以推算 推算出 这个每一个地区 每一天 他的真五十的时间 一个每一个地区 他的真五十时间都不同 每一天 就同一个地区 他每一天的真五十的时间都不同 所以你持五呢 你要对这个时间 要认识的这个比较准确 你才能把持五这条戒 持得非常的 这个经验 非常如法 所以呢 我们在根据这些 这个理责呢 进行 推导啊 可以推导出 这个 我们这个地区 这个全年 每一天的真五十时间 其中呢 就有我们 推导之后呢 这个当时我们推导呢 还不是特别精确 后来呢 有这个网络班的学员 有几个非常发心 他们就 这个广泛的搜集资料啊 深入的这个研究啊 探讨啊 这个最后形成了一个 这个电子Excel表格 这个表格呢 这个说到什么程度呢 它收纳了全国 大约两千多个城市 在里面 啊 你只要把这个 你所在城市的名称 啊 输进去 名称输进去 啊 一按这个 这个确认件 啊 就可以显示 你所在这个城市 一年的 啊 每一天的 真五十的时间 啊 这个表格都已经 经过很长时间 一段来 这个这个 辛勤努力啊 已经 做好了 啊 做好了呢 大家在网络班 可能已经 已经这个 在传扬啊 我们可以把这些 把这个表格呢 也可以要过来 啊 要过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作为我们 这个各个地区的 持五的一个依据啊 所以说呢 对每一个法呀 都要去深入的去 这个研究啊 才能够得到 这个真实的利益啊 孝顺制道之法 啊 啊 呃 由斯 势力二种孝顺 绝智 无上 大 菩提道 过云 智道之法 啊 就孝顺呢 是智道之法 啊 对这个孝顺的这种 这种功德的赞参呢 它是智道之法 智道是智极的 啊 大道 就是大菩提道 这叫智道 啊 还不是小菩提道 是大菩提道 究竟圆满的佛果的 的菩提道 啊 孝顺就是智道之法 啊 就把这个孝都提到的高 一定的高度了 啊 事项的孝 啊 事项上的这个孝顺呢 它是菩萨大界的 刚宗要领 啊 礼仪上的这个孝 那是契入佛道的 这个 呃 要道 啊 能够快速成就 啊 这个菩提大道 啊 所以孝顺之法呀 你把它都已经提高到 提高到这么 这么大的一个高度了 啊 孝名为戒 一名致止啊 啊 孝 这个 他又叫做戒 啊 他的名称就叫戒 啊 又叫做什么呢 致止 啊 孝既名之为戒 亦既名为致止 所说的致止呢 这个 啊 就是指 立智法 令止息 啊 立一些智法 令止息 我们的种种恶法 啊 就是致止 啊 以孝 则自不作恶 故也 由于有孝顺呢 自然就不会作恶了 啊 这个 是 这个解释 那么我们 啊 去 这个思维 为什么孝 就叫做戒 为什么孝 就是说戒的 是戒的 呃 刚中要领 啊 到底孝 有什么样的利益 啊 这个我们仔细分析 医者呢 啊 如果孝顺 父母 师生三宝 那自然就会随顺 这个父母 师生三宝的 他的教赤 啊 这个不 不可能有父母 师生三宝 呃 希望自己的 这个 这个 呃 孩子 父母 希望自己的孩子 啊 去去 这个 造恶法 啊 这个 一般呢 倒没有这样的父母 那都希望 呃 这个孩子是一个有德能 被人家称扬赞叹的人 啊 所以说你 随顺父母三宝的一种 呃 这个教赤 随顺他的心意 一定是行善法 啊 不去造作恶法 啊 你只要是孝顺 啊 这个就不愿违背父母的这种 呃 心念 啊 所以就不会染污父母的这种 嗯 这个美名 所以你一定会行善法 不敢为你 啊 而且常常要显扬父母师生三宝 绝对不可能造种种的恶法 啊 来污染父母师生三宝的 这个名声 啊 这是这个 行孝顺 自然就不敢为恶 这是呃 孝顺对种种善法 恶法 呃 这个 这个利益 现实的利益 啊 第二呢 如果 这个行 呃 这个效应 对这个父母师生三宝行孝顺 自然就合乎于大道 你只要是呃 很恭敬 勤奋的行这些孝顺法 啊 自然就和呃 这个解脱大道相应 你这个法一行持 种种的善根 啊 就在不自觉的在生发 啊 种种的这种恶念 啊 恶行 就在 由于你行持孝道的缘故 种种恶行就熄灭 种恶心就烦恼就熄灭 啊 乃至能灭出种种的恶果 啊 这个 这个所以说这就这个行这个法啊 就这个就齐刚窃领啊 行这一个法 其他法你不用去操心 啊 不是让你面面俱到啊 这个行这一个法 你其他法都都不用操心 自然就有这种利益 啊 所以我们总结啊 如果深信自己必定成佛 那么就能够圆成戒品 啊 一定能圆成戒品 如果笃行孝顺 那么一定会啊 圆满戒行 佛计口放无量光明 啊 佛放口啊 佛口放光啊 啊 合著说 合著说 这个 瑞者 信也 欲说大事 故放圣光 广招有缘 同来听也 口放者一表 此戒金口敷阳 二表受者 从佛口生 啊 佛口放无量光明啊 这是一种 这个放 这个放光表锐啊 放光表锐像啊 那这个放光呢 呃 是这个表达有什么样的意义啊 呃 实际上这个锐啊 就叫信啊 这个信呢 是一个是发布信息啊 放光呢 就能够招引大众来听法呀 光明呢 一放出去 大家看见光明 就产生了好奇之心 是不是有什么法会啊 赶快去看看呢 就放光就能够呃 这个招引大众 有缘来听 而且这个放光呢 它是这个一些超凡的 凡夫很难见到的一些 殊胜的相状 所以令众生呢 产生欢喜心 产生信心啊 这么殊胜的光芒啊 一定有这个 呃 非常殊胜的法啊 伸出信心 口放啊 在这里解释 为什么用口放光明啊 但一个是表示 这个戒呢 是佛金口所宣扬的啊 所以佛金口所宣扬的呢 就应该生起信心 不能怀疑 另外呢 这个是由佛口 而产生的这种戒 是由佛口而生的啊 是尊贵处啊 最尊贵处 所以戒律呢 也是最为尊贵 事实百万亿大众 诸菩萨 十八梵天 六余天子 十六大国王 合掌至心 听佛 送一切诸佛 大乘戒 啊 就当时啊 百万亿大众 和有菩萨 诸菩萨 十八梵天 六余天子 十六大国王 他们都以合掌 至诚心 来听啊 这个佛 来送这个一切诸佛 啊 所共行的大乘戒法 啊 百万亿大众啊 百万亿亿者 总续有缘 同 集 啊 众也 啊 诸菩萨 别指三十心 十地为人 十八梵天 别指色界 啊 一梵重 二梵腐 三大梵 此三总名 出禅 四少光 五无量光 六光阴 此三明第二禅 七少静 八无量静 九汴静 此三明第三禅 十福生 十一福爱 十二广果 此三属第四禅 凡福所居 第十三 十三无响 一属四禅 外道所居 十四无凡 十五无热 十六善见 十七善现 十八色 究竟天 此五亦属色 四禅 三果圣人所居 此十八天 虽凡圣不同 皆离 玉会 得清净定 故名犯天 先看这点 这都比较 这个容易明了 百万一大众 这是有缘众生 看到佛光 射寿 来听法 诸菩萨 这里主要是指 对菩萨指 三世心 十地位的人 叫诸菩萨 十八梵天 就是色界天 有十八层 有十八层 这个叫梵天 之所以叫梵天 都是修离欲 没有男女之欲 修清净梵横 行 清净梵横 没有男女相 这个叫梵天 十八层呢 它是一共是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四禅天 这个出禅呢 有三天 范仲 范府 大范 大范是 大范天王 是王 这个范府呢 是王的大臣 范仲呢 就是臣民 这是大范天 出禅天 二禅天呢 少光 无量光 光阴天 这是二禅天 三禅天呢 少敬天 无量敬天 汴境天 这是三禅天 这三禅天呢 都各有三层天 一三三得九 九层天 还有九层天呢 在四禅天 有九天 前面有三天 福生福爱 广果 这属于 都属于凡夫天 这个 就凡夫所居 第四呢 无想天 也是凡夫 只不过是外道 所修 八难之一 无想天 这个下面呢 这个五个天 它是五不还天 都是三国圣人所居 五不还天 这是十八犯天 六玉天子 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 是六玉天子 别指玉戒 一四天 四王天 二刀利天 三叶摩天 四兜率天 五化乐天 六他化四 四在天 此六玉天 虽尚有男女 五玉 而果报自然 不假迎求 故皆明天 这个六玉天 我们常常说 四天王天 在须弥山山腰 岛里天 在须弥山山顶 这两天呢 都属于地 地居天 夜魔都帅 这个上面四天 都属于空居 就没有大地 做一址 这个画乐天 是自己变化为乐 他画自在天 是别人变化 自己受用 所以这些天 之所以叫天 就是因为它的果报 自然 不需要自己去迎求 造作 辛辛苦苦去创造 不要以为我能够创造 我很有生产能力 以此为自豪 真正的福报 是什么都不做 但是果报 什么都有 这是才能天 有天德 有天福 所以人民一见面 就说我很忙 就感觉很自豪 说是很忙 是很自豪 实际上是业障鬼子 才忙 那是业障鬼子的表现 业障重 需要劳作 十六大国王 这是对当时 十六个大国国王 来参与这个法会 这个名相 这个很容易理解 那么也表示 参与这个法会的众生 以大国王来表示 参与这个法会 那都是大根的众生 合掌至心 听佛送一切 诸佛大成谢 合掌深夜速攻 合掌呢 两个手合起来 合二为一 这除去散乱 除散乱意 以此呢 礼法表达深夜的这个恭敬 所以呢 这个要合掌 你就好好地双手合掌 把掌合得 这个 这个很具有恭敬心 你别散乱的双 这个十指交叉 也不像 十指这个双手空虚 这个很散乱 很随意 这个都不都不可以 他就合掌 表示你一个制成的 这个驱途散乱 这个一心专注的 表示供应心 你要合就好好合 就把你的供应心体现出来 否则你就别合掌 还有他为单掌 单掌的叫什么礼呢 没有这个礼法 这个你要不就合掌 要不就不合掌 都单掌 都没有这个礼法 所以听法的这种 这个文法的相状 首先是要合掌 深夜是一种恭敬之相 合掌 至心表示异业专精 这个心不散乱 心无杂念 不是左思右想 浮想连篇 这个都不可以 在听法的时候呢 一心要专心致志 努力的驱逐一切 一切 这个纷飞的妄想 这个致心 这是 听呢 是指口叶寂静 舍耳寂听 这时候你就不要 这个窃窃私语了 不要说闲话了 这时候呢 要专心来听讲了 舍耳寂听 不要听别的声音 这个专闻来听法 这是这个三个相 心呢 要治心 这个耳呢 要舍耳地听 这个身呢 要合掌 恭敬 这三个圣法 是这个三个相 是文法之相 一切诸佛大圣戒 不是一佛两佛 是一切诸佛 他在这个成佛 乃至弘法度众生的过程当中 这个所用的 所必要的戒法 佛佛道同 既然诸佛都这样做 那就应该更加信寿 无疑了 好 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愿以赐功德 庄严 佛境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七发苦其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佛